臉書曬出一張張與家人出國 是好看似平凡的家庭日常 不過在被害人眼裡卻是毫無心痛 因為影中人 李姓女子出國吃喝玩樂 花的錢可都是他們辛苦賺的血和錢 他的投資名義就是貸款貸店 就是幫別人清藏貸款 而從中賺取就是手續費 三年前帶著小朋友到新北一家 補習班上課 認識了當時還在補教業任職的被害人 邀請他一起加入貸款貸店業務 從中賺取利息 一開始確實是有拿到錢 直到去年底錢開始沒有入帳 李姓小姐也必不見面 被害人才驚訣遭到詐騙 而且粗估非法吸金超過上千萬 另外李姓女子還會利用丈夫 是空軍指揮部市官長身分 將守身向軍中 不少國軍弟兄也因此受騙上當 他都會用彼此不認識的狀態 然後去截圖對話 然後跟另外一個人說 他缺錢然後我借他錢 可是我身上的錢都丟案子了 那你要不要當金主去借他錢 據了解李姓女子 過去就錢科累累 2018年任職保險公司業務 卻借著招攬美元保單名義 侵占客戶三十萬元遭到解雇 隔年又自稱是銀行經理 以假投資名義騙取七十萬 您的電話將轉接到語音信箱 對此致電給李姓女子求證 解稿前尚未取得回應 而被害人已經組成自救會到法院 提告判辭訪幫忙討回公道 靜新聞邱翔劇張家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